这个医生拿起一条水质 一言不合就放在男人的鼻子上 可他不但不害怕 反而却一脸享受 尽管这样 就连男人的耳朵上和手指都被放满水质 没意会的功夫 吃饱喝足的水质就滚落了下来 虽然水质是嗜血动物 可在医生的眼里可是救命的宝贝 原来男人患有多发性皮肤黑色肿瘤 鼻子耳朵和手指通通变成了黑色 尽管之前做个直皮手术 但效果不是很明显 况且还出现血液堵塞的状态 在医生的建议下 想要保命必须使用生物疗法 而生物疗法就是把水质放在黑色肿瘤处 让水质吸食它的血液 这样不仅助于分解瘤血 还可以分泌出体内的抗生素 使血液快速流通 面对极其大胆的治疗 可男人不但不害怕 反而表现得一脸淡定 毕竟能让自己活命 一条水质能怎样 就在这时 水质死活不肯吸附在男人身上 这可把女医生难为坏了 一旁的男医生一样看出端倪 其实水质属于艳光生物 只要将屋里的灯光调暗 水质自然而然就会吸附在男人的身上 果不其然 这招果然奏效 吸食了七七四十九分钟后 吃饱的水质直接滚了下来 而男人的血液循环 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看着黑色肿瘤消失 医生准备把水质扔掉 可男人死活不肯 因为救了自己一命 说什么也要带回家寄养